好 各位看課本369頁 什麼叫做微感測器呢 體積微小 可以感測外加的能量 光電磁身化學能 進行訊號偵測 所以感測器就是偵測的元件 那首先第一個case就是 所謂的壓電壓力微感測器 各位看這個圖 假設綠色的是壓電材料 我剛剛說的嘛 壓電材料就是加電壓材料會變長 導過來我把材料變長 電壓就會 改變 有聽懂我在講什麼嗎 科學界有個特色就是 通常這種反應是可逆的 就是你今天加電壓它會變長 如果你今天用力把它拉長 它就會產生電壓這樣聽懂嗎 就是這樣所以各位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就是你開電的時候 電風扇會轉對不對 有沒有人曾經去轉那個葉子 結果發現那個燈會亮呢 電風扇上有一顆LED燈 結果你轉葉子的時候 居然燈會自己亮 有看過這樣現象的舉手 完全沒有嗎 OK好 Anyway因為它可逆的 就是馬達這種東西 是你加電它會運轉嘛 如果你今天去轉它的時候 它就會產生電 所以發電廠就是這樣產生電的 有聽懂嗎 風力發電 對啊對啊 風力發電就是原理啊 因為馬達這種東西 本來就是電磁特性 原理去做出來的東西 所以你給它電的時候 它因為電磁長的作用就會轉 導過來如果你去轉它的話 就會產生電 所以風力發電就這樣做的 對 不錯它反應很快 就這個意思 好來 所以同樣的道理 各位想想看 當這邊壓力大的時候 綠色壓電陶石是不是變長 那你變長之後呢 你這邊連一個電壓劑 是不是就會發現這個電壓有改變 那我們是不是就可以利用這個電壓改變的大小 來反推什麼 這一個壓電材料的長度 那再用這個壓電材料的長度 來反推什麼 反推這個壓力的大小 有聽懂嗎 很簡單 好 那你說我要知道壓力幹嘛 各位知不知道壓力其實跟高度有關係 所以你看我要考各位國中理化 請問你在山上跟在平地 哪裡的壓力比較大 山下 對 平地的壓力比山上大 還記得嗎 好 那為什麼 因為高度是氣壓是下降的 記得嗎 因為我們的氣壓 事實上就是你抬頭起來 看到的大氣層的厚度 你在平地上的大氣層是比較厚 你爬到山上的時候大氣層比較薄 所以氣壓會隨著高度慢慢變小 所以當我今天量到氣壓 是不是可以反算什麼東西 高度 各位這個就是高度計 有聽懂嗎 各位你覺得很驚訝 這一點都不驚訝 因為利用高度計就可以測出你的高度 而只有這樣的高度計才有辦法做在電子錶裡面 才有辦法做在手機裡面 為什麼 因為這一個壓力計 這個氣壓計呢 這麼小一顆 為什麼 因為一個晶圓就可以怎樣 可以做好幾千顆 有沒有 ск擴臨 放一點 可以說